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间上文 作为汉惠帝 刘盈的生母 吕后啊 十分的不安 凭借着这个多年来的经验 和对刘邦的了解 吕后是深深的知道 自己的丈夫 一旦做出了某个决定 仅仅靠一般大臣的劝谏 是无法改变根本 况且在这个立太子的大事上 老臣们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所以 吕智 吕皇后 有点一筹摸着 就召集他的那些 亲贵们 共同商议对策 这些人呢 聚到一块 都觉得呀 自己分量不够 只有 封为刘侯的张良 估计他说话 还会管用 因为皇帝 因为皇帝对张良 那是言听 计从 但是现在啊 有一个问题 张良 自从 功成身退之后啊 已经很少过问正事 于是呢 吕后的兄弟 吕泽 就设了一条计策 声他硬拽的啊 把张良 给请来 让他帮忙想对策 张良 心里边 也明镜是 要是根据 现在的局势 直接劝刘邦 没有用 第一 张良认为啊 像刘邦 和这个历代的帝王 都一样 没有称帝之前 处于危难之时 还可以用这个 身边人提出的计策 现在是天下太平 身边人的作用啊 是微乎其微 再者 义楚 立这个储君 是皇家的家事 即使皇帝再宠信你 你也没有办法干预人间的骨肉亲情的事 所谓 书不坚亲 在骨肉亲情面前 别说一个张良 一千个张良 也没有用 张良分析的 也很对 但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 吕后 作为太子的 生母 而且呢 身边又有这个吕泽 繁快 这一批 能臣武将的帮助 在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 选好队伍 站好边 不然 将来 会有秋后散仗的那一天 硬着头皮 张良就想出来一条 曲线救国的法子 因为啊 不管谁 都清楚 皇储更衣 这样的事 单单靠口舌 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呢 他就 把刘邦 过去打天下的时候 想要找到的 商山四号 请来辅佐刘邦自己 那个时候 刘邦没有如愿 这个时候呢 就想尽办法 找四个老头 然后呢 看看能不能来辅佐太子 造成一个天下归心的局面 因为过去刘邦 一直想让商山四号 来辅佐自己 但是呢 这个四个人啊 看不上刘邦 主要是刘邦 没天没地 见了如生 往人家帽子里面撒尿 见了武将 连骂带打 一般人 一般人受不了 所以呢 最后在公元前 一百九十五年 这一年啊 刘邦 由于之前的剑伤 发护 病情很重 越是临了 越想换储君 这个时候啊 张良 孙孙通 所有的大臣啊 就在刘邦 巡视 燕地 赶上春节之际 在九席上 把事先找到的 四位老演员 安排在太子的左右 这四个老头啊 胡须 头发 都已经白了 在宴席上啊 高祖刘邦 就十分好奇啊 就问 这个刘盈 你后边 这四个人 是什么身份啊 得到的回答是 这位是 东元公 这位是 陆里先生 这位是 吉里公 这位是 夏皇公 刘邦听完 大吃一惊 这不是自己过去 朝思梦想 要请来的四位 智者 为什么现在 随了太子呢 这四个老演员 也连忙解释 哎呀 陛下过去啊 脾气比较暴躁 我们呢 我们其实是怕 您往我们身上撒尿 当然 这话他没说 然后又把话一转 说是啊 太子这个人爱有道 人意天下都知道 所以又对我们很尊重 不光是我们啊 这个天下的人都愿意出来辅佐太子 刘邦听到这儿 也就逐渐打消了 换太子的念头 回到家里面啊 这个 又 啊 回到西翁 又做了一首这个红胡歌 至此 弃夫人再哭 再闹 也是无济于事 按照这个官方史料的记载 刘盈的太子之位 能够得到保全 全是这四位老者的功能 但从根本上看 一切都是张良 谋划有方的结果 这位被刘邦誉为是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智囊 很明白 他是有功而不邀功 功成之时啊 该退就退 所以呢 在刘邦晚年 对其他功臣都提防 唯独对张良 还保有好感 而且在这个 劝说刘邦 力保太子刘盈的这件事上 虽然不像书孙通 周昌那样 平凡的争戒 但是呢 适可而止 稍加劝诫 四两拨千金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也为自己 后来的安全 买了个单 将来旅后的天下 也不会为难自己 好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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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